2023年刚刚过去了 接下来是2024年 也是农年 先祝大家 农马精神 农精虎马 农神马葬 农年好运 在2023年底 澳洲政府宣布了一件大事 未来将会削减刘鹤三名额 也修改了现行澳洲移民政策的细节 目的是想舒缓澳洲国内房屋不足的问题 以及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 我之前节目中有详细分析过 他这样做是不会改善澳洲楼宇供应不足的问题 也不会对澳洲现行生活成本有任何改善 反而对澳洲整体经济带来不好的影响 同时美国也透露 将会是2024年减两至三次息 因为未来将会有美国总统大选 因此民主党会透过减息 刺激美国股市 带动利好消息 帮助有助于他们的大选 欧洲方面也传出消息 整体通货膨胀已经被控制下来 欧洲在2024年 也将会一至三次减息 有坏消息 也有好消息 今集会和大家分析一下 澳洲2024年楼市的走势 哪些城市值得关注 哪类物业会被看好 自主应该如何部署 投资应该如何做 大家好我叫Alex 有很多观众叫我做澳洲Alex老师 我亦有出版澳洲书籍 目前是澳洲书籍的 销量冠军 亦是澳洲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以及持澳洲地产牌照的澳洲楼专家 欢迎收看澳洲TV 楼市的升跌主要是受到 supply和demand的影响比较大 供应多需求下跌 楼价自然会下跌 供应少需求大 楼价自然会上升 先和大家预测一下澳洲未来一年 供应和需求的情况会是怎样 整体的需求仍然强劲 原因是未来澳洲的新增移民名额 仍然位置在20万一年 对于一个人口只有2600万的国家来说 每年新增20万个移民名额 是一个不少的数目 再加上澳洲的增育率是1.58 是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数高 因此我个人预测 2024年 带动澳洲楼市的 仍然是自住买家为主 受到利息上升的影响 其实在2023年 多了投资者买楼 但是投资者订出来的楼盘 仍然是不足以应付自住的需求 而在2023年 带动澳洲楼市 亦都是来自住的买家 美国和欧洲 在2024年 是有大机率会减息 特别是美国 因为总统大选的关系 他们一定会配合 华尔街减息 来刺激这个股票 而澳洲 是必定会跟随美国 减息 至于减息的幅度 他会跟随澳洲自己的节奏 有可能会减 1-3次息 当澳洲减息之后 会增加澳洲本地人的 购买能力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澳洲人 是租楼 挨着贵租 亦都有很多澳洲人 迫着和父母居住 或者是 和朋友 一起夹 夹份租屋 当利息开始下降 他们购买力 增加了之后 这帮人 是第一时间 会冲出来 入市 再加上澳洲 每年 仍然有 接近20万 新增移民名额 他们会为澳洲的 楼市 带来 圆圆不绝的需求 特别是新移民 其实进来澳洲的新移民 他们的Quality 都比较高 有钱 有学力 部分新移民买楼 是可以 Full Pay 而我个人 会比较看好澳洲的 偏远地区 例如 昆士兰州的 Timesville 以及 细澳的帕斯 因为澳洲新的移民政策 是会鼓励 多些人 去这些 所谓的 偏远地区 因此 会多了人 为了容易 先拿到澳洲的 PR 永居 他们会先去这些地方定居 但中长线 我仍然会看好 墨尔本 和仙尼 两大城市 原因是 这两个城市的 生活配套最好 工作机会最多 人工 亦是比较高 别说其他东西 只是看一组数据 已经说明一切 就是澳洲 最贵的10个区 全部都是由这两个城市 长期垄断 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好多的研问 他们先去这些所谓的 所谓的偏远地区 拿到PR 之后 他们最终 都会回流 澳洲的两大城市 Sini 和墨尔本 特别是墨尔本 因为这里的楼价 比Sini 便宜很多 但工作机会 跟Sini 差不多 人工 亦是 跟Sini 差不多 但他的人工 会比Brisbane 和阿特利 是多 而他的教育水平 亦是高很多 你可以用其他发达国家的 大城市 做参考 如日本的东京 台湾的台北 英国的伦敦 美国的纽约 加拿大的温哥华 这些大城市的 配套工作机会 都是最好的 所以 他们长期 都有 圆圆不绝的 优质人口 涌入去 我们之前的节目中 有分析过 受到 留学生未来的数目 减少的关系 一些 针对留学生的 非重点大学附近的楼盘 是会被看淡的 一些 城中城以外的地段 好受留学生欢迎的地段 比如South Bend 和South Melbourne 地段的楼盘 亦都会被看淡的 但相反的 一些100万楼下 针对本地买家的 自住盘 是会被看好的 而供应方面 供应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 第一 就是政府 会不会释放大量的地皮 第二就是建筑成本 第三就是 开发商的利息成本 当然 亦都要考虑 未来的楼价 我们现在来 逐一分析 澳洲的工党 就声称 未来 会为澳洲提供 100万家的 新增房屋供应 但这个计划 我在之前的节目 分析过 是属于雷星大 语点小 勾喉当备级的计划 是工档用来 骗选票的政策 是不值一提的 要增加土地供应 必须要对现行 澳洲批地的流程 的procedure 进行改革 包括審批条件 審批程序 和最重要的是 澳洲政府 收取开发商的税 其实开发商 起楼的土地成本 有起码三分之一 是去了澳洲政府的口袋里面 目前澳洲政府 没有任何计划 改变现行的 审地政策 即是未来一年 不会有大量的土地 释放出来 建筑成本方面 受到全球的通胀 和澳洲本地 家人工的影响 目前澳洲本地的建筑成本 也没有办法在短期内 大量大幅下跌 除非他在澳洲境外 引入大量的廉价劳工 是不会这样做的 因为他要保护澳洲本地的就业 即是说 这条路 亦是走不通的 接着就是利息成本 没错 未来澳洲是有机会跟随美国的减息 减息是有造开发商 减低他们的利息成本 但是 由于他减息的幅度 目前来说是不大 因此这个因素 亦都可以忽略 最后就是 楼价 到这里大家已经看到 澳洲在中长线 他的楼市仍然是求过于工 但是目前的利息仍然高企 因此我个人认为 澳洲的楼价 是没可能 在一个很短线的时间 就爆上去 而中长线 我个人推测 是会 起码达到这个通胀 部分 需求大的区 或者需求大的 物业种类 甚至是会跑赢 这个通胀 其中包括 Haling Pro 和 Biford 的楼价 都是被看好的 我会把影片的零件 放在视频道里面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看 在澳洲的物业 主要分为 apartment Time House 和House 有钱可以负担 当然买House 因为有地皮的关系 House的升值是最好的 哪怕你买不起东南区的House 譬如 墨尔本西区的House 或者 Burwick Klein 的House 亦都是一个 不错的考虑 投资的话 我个人认为 Perf的House 是被看好的 因为 Perf 人工高 而且空置率 非常之低 再加上 受惠于 抗产业未来的前景 因此 Perf的经济 亦都是被看好的 如果你预算不够 但是又想入住 例如 墨尔本东南区的地段 区内的Time House 亦都是 不错的选择 其实Time House 亦都是有地皮的 它亦都是会升的 当然 你要懂得选 选择和不选择 它的升幅 是可以差 三至五成的 我在之前的节目中 都介绍过 其实Time House 是目前 澳洲年轻人 最受欢迎的 物业种类 因此未来你放盘 亦都不愁 没人接盘的 而且它的价格比较亲民 是容易被年轻人 或者澳洲的中产接受的 最后就是Appartment 你不要以为 不要听人说 Appartment 不会升 我们看回这些数据 如果你懂得选择 其实Appartment的 升值表现 是要比你想象中好的 当然你要懂得选择 很多人 买了Appartment 不升 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买的时候 是跟 非澳洲的代理买 在楼价 是被人加多了 至于自住买家 在未来一年 应该怎么部署 我个人认为 就看回你的预算 在你预算可以负担的范围内 找回 適合你budget的 物业 计算个数 只要你可以供得起层楼 是可以 Go ahead 因为 长远来说 当它的利息 下降 租金 其实是中长线 是会不定上升的 因此中长线 你供楼 是永远比租楼 是着数好多的 因为你租楼 你的租金 是帮人 业主供楼 自称楼 未来升了 是享受不到的 红利 还有 澳洲自住物 如果升了 是买出去的时候 是不需要 交资产增值税 是不需要 交任何税 是非常之着数的 所以在澳洲 买楼税务是非常重要的 识和不识之间 可以差三成 It is between 财务自由 和财务不自由 而投资的话 要视乎你 有没有PR 有没有澳洲的公民身份 和你需要借多少钱 目前来说 澳洲楼 无论是 租金回报 或者 资产增值 的表现 都是不错的 但是 目前 令投资者 却步 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 针对 非澳洲本地人的辣椒 和这个 息口 但是 你有张良计 我有过场梯 正所谓 摩高一尺 道高一丈 邪不能胜正 海外买家 是可以透过 开澳洲公司 避开这些辣椒 当然 细节 我不会公开讲 如果你在留言区问我 我不会回答你 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已经有很多客户 在做这些东西 特别是一些 来自中国大陆 想把钱 潤出来的 的客户 我们已经帮他安排了 还可以买澳洲的二手楼 只要你有钱 全澳洲的楼 你都买得 第二个南关 就是利率 没错 澳洲目前的利率 的确比较高 因此 如果你要借七成八成 我就不建议你买了 但是 如果你可以拿到 一半 或者 更多的 首期出来 其实 他的现金流 是不错的 而中长线 当他利息下降 租金持续上升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 你的现金流 比你想象中 是英俊的 当然 你要配合合 合适的 property structure 和税务的安排 不然 交税 交到你有 It is between 财务自由 和财务不自由 澳洲 加拿大 英国 这些税务 这么重的国家 税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考虑因素 正所谓 风水路 十年八年 我的预测 过到十二个月 你就可以看到 今集就聊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希望你订阅 点赞 和帮我分享出去 记得 按个小时 因为有新的影片 会马上通知你 感谢收看 TOW TV 我们下次见 拜拜